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豪雨 是台北市一些低洼地区进城泽国 南港研究院路一带 几乎一半以上的路面都淹在水里 弯弯曲曲的大坑溪 从今天清晨三点钟开始 溪水暴涨 滚滚的溪水夹带着大量的泥沙 有如万马奔腾之势请驻而下 两岸有许多民房都被洪水淹没 危险万状 这个地点是在研究院路一段130项 这边都是住信城的 它这个地方已经住了差不多将近 已经住了一百多年了 这边有多少户人家呢 差不多有十几户人家 我们看这边淹得好厉害 整个房子差不多快淹到屋顶了 对 差不多因为过去 这个有关于研究院路这边 这边每年都淹的 每年都有向上面有关单位提议 有关于黄红的计划 每年议员也要谈这个事情 这条溪叫什么 叫什么溪 这条溪是叫做 大坑溪是吧 大坑溪对 大坑溪 大坑溪是不是经常也这样淹水呢 经常每年都会淹 一下雨 今天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这样子 你跟我讲说前面那里还有个什么鱼温 还有个钓鱼 就有一个钓鱼池 那是 现在都看不见了 全部都淹了那么里面的全部的鱼 全部都被流走了 一损失到损失好几百万了 你知道里头有没有人什么伤亡的情况 他们跑到哪里去了 那现在他们都往后山跑 往后山跑 所有的但是所有的家具 什么都没有办法 来不及搬了 昨天晚上突然发生了 所以来不及搬 全部都往后山跑了 南港河顺街一带 淹水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几乎每条巷弄 大水都伸及腰部 家家户户都满是泥浆跟垃圾 早上当水市烧退之后 很多人家开始清理 一辆被淹在水里的计程车 由于水压太大 使车里的液化瓦斯器发生爆炸 附近住户的门窗的玻璃都被震碎 所幸没有人伤亡 据南港一带的居民表示 大坑溪由于弯度太大 每日大雨都容易造成溪水的泛滥 希望市政府能够赶快设法改善 所幸这场好雨已经在今天早上停歇 否则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